翁桃妈,在怀孕初期,多数孕妇受孕兔反应的影响,胃口都不好,基本吃不下什么东西,吃了也都吐了,进入怀孕中期,孕兔反应消失,孕妇的胃口开始变得好起来,每天要吃很多的东西,有时候一天吃死到五顿的饭,在睡前还在吃小夜。 在孕期,胃胎而提供营养是无可厚非的,但是在饮食上,孕妇需要注意的有很多,像下面这四食物,不管多饿都不建议吃,看看你吃过几种,低高热量,高脂肪食物,很多女性都喜欢吃甜食,在怀孕后依然保留着这个习惯,确实吃了甜品后既不会上火,还可以饱腹, 但是对孕妇来讲,就不应该吃太多的甜食,因为甜食中的糖分含量和脂肪含量都很高,尤其是在晚上睡前吃,进食后不能得到及时的消耗,很容易将脂肪堆积在体内,使得孕妇的体重增长太多,像汉堡,炸鸡等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也不要多吃,对身体没有好处。 二希腊刺激的食物,孕妻的饮食尽量以清淡为主,而且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,但是有些孕妇在怀孕前的口味就重,孕妻也特别钟爱这样的食物,像火锅,麻辣汤等等,这些食物偶尔吃一次没有问题, 但是如果经常吃的话,孕妇很容易上火,多数孕妇都会有便秘的问题,只这些食物会加重便秘的情况,而且这些食物在体内的残渣,得不到及时的消耗,排出的话,很容易形成胎毒,对胎儿的皮肤有影响。 三生冷的食物,现在正值炎炎下雨,苦热的天气,总想让人吃些凉凉的食物来降温,于是就会吃冰冠,喝冷饮等等,但是孕妇可千万别这么做。 如果孕妇吃了太过生冷的东西,就会刺激子宫产生收缩,严重的话会导致流产或倒产,所以不管天气多热,为了胎儿的健康,孕妇都要多忍耐,图片均来自网络,是油腻的食物。 我们前面说过孕妻的饮食,最好是清淡一些,油腻的食物和甜食一样,会让人有饱腹感,但是吃太多的油腻食物,会加重肠胃的负担,食物长时间在体内堆积,体内的血糖就会涉高,而且这些油腻的食物还容易使孕妇营养过剩,体重增加太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